昨天这个雨和雪下过之后 现在路面上大马路的清雪还是比较及时的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主干道上 地面都已经恢复了 干爽了 那么车开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在一些小马路 尤其是背阴的这个路上 很多都是结了一层冰 因为昨天是先下的雨 后下的雪 雪还没有站住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条道 就像冰面一样 在这个上边 如果是滑冰的话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骑不了两下吧 是吗 太滑了 没人没人没人 不远快到了 我现在这里是文化路上的一个 共享单车和电动车的停车点 但是我们现在看这里的车特别的多 那么平时高峰时段这里可能是找不到几辆车 现在由于天不太好 而且这地方路面特别的滑 那么所以现在能够骑车 甚至是尤其是骑电动车的就越来越少了 从那个三号街那边骑车到这块 有的这是人形道还没换呢 对 就人形道上并多一些 这一道都是得骑着吗 还是有的地方骑不了吗 几乎又是推着过来的 没怎么骑 所有人现在不骑了 那遇到像这样的冰面的怎么办呢 你不能骑了呗 我就得下来腿了 这道要骑的话肯定拽 现在是中午送餐的一个高峰时段 现在在这个路面上呢 有大量的外卖的送餐员在骑着电动车 那么他们走的路大多数都不是大马路 路面条件并不是很好的地方骑车 也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道是不是特别滑呀 特别滑 能停路不 能停路 这就交一些 万块骑的 比如说送一单进的这种 一两公里的能比平时换多少的 得慢 知道得慢十分钟吧 那两个腿你不能离开地 你要滑上翻过来 非常难请 特别是一些没有阳光的地方 背景来的地方 特别难请 他没有人在走 他多费劲 他们 非常费劲 他这个全靠两只脚在找平衡 对对对对 觉得挺难的吧 非常慢 非常慢 那同时我们看到不少送餐员 是因为这个小路不好走啊 在大路上和机动车一起走 这样也比较危险 也建议大家呢 尽量走非机动车档 我们慢点骑 在这里啊 我们也呼吁一下我们的市民 如果您在这样 比较恶劣的天气里 如果点餐的话呢 多一些耐心 尽量不要催单 ifik会 防保 感谢观看